在沒有網路的地方生活五天,會不會很焦慮呢? 答案是完全不會! Welcome aboard! 我搭的這艘 MSC 榮耀號的游輪 有超級大的泳池 還能躺在甲板上曬太陽 還有刺激的水上樂園 三條滑水道也是很嗨耶 旁邊還有高空木栽道可以挑戰你的膽量 對了,晚上的泳池也是超級漂亮 我超愛 然後這艘游輪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 80米的 LED 長廊 天幕的動畫很精細,超級好看的 還有這個用濕滑落至起水晶打造的樓梯 可以把水晶踩在裹下,當10秒的爆發戶 嘿嘿,獨唱也是一定要的 拉法機、二樓師輪盤、百家樂、21點塞、週福克都有 所以問我有沒有一些這些秘密 噓... 我這次是住海景房 陽台可以看風景,空間小而美 也是蠻不錯的 再來就是大家最關心的餐廳了 但...這就有點尷尬了 我的主餐廳是吃排餐 但感覺都是微波加熱的 我覺得...不太好吃 所以我都吃15樓的自助餐 有披薩、台灣料理、日本料理 或是義大利麵 吃起來比排餐好太多了 而且自助餐每天開20個小時 我每天晚上都來這裡吃宵夜 吃飽想到電視房運動也是OK的喔 游輪上有這麼多設施可以逛 當然沒時間滑手機啦 下支影片帶你看游輪上有哪些一定要參加的活動吧